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东阳 好久没有听到我做播客了吧 前阵子忙着工作 也暂时没有什么灵感 然后也很难邀请到嘉宾上我的节目 讨论一些有关爱的话题 之前有两位朋友,可是他们都很忙碌 一个好像在度假 另外一个忙着工作 会比较难抽出时间 可是有一位听众朋友 他告诉我他最近在家里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我能做关于家庭的东西 就是父母的爱类似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他 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遇到同样的事情 就是他和他的父亲其实不是很合得来 待会儿我会谈一下他们的故事 今天我的主题就是 对父母无私的爱 我办得到吗? 为什么要说我办得到吗? 因为我觉得 我们应该是爱父母的 可是有时候 可能父母有一些问题 没有人是完美的我觉得 但是父母可能会说一些东西 做一些举动让你很不开心 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和他的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 他很想搬家 他很想快点到了35岁 因为他单身嘛 快点搬出去住 有些人可能也是因为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 所以尽快找到一个恋人 快点结婚,买主屋,搬出去住 可能也是这样 我自己非常幸运 我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和我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我非常非常享受和他一起住在屋檐下的日子 我非常的依赖他 所以用我来做例子可能不是很恰当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应该爱父母 那是正确的 可是要怎么爱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情 可是其实要做正确的事情是很难的 我们的脑可能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这个 可是心却受到了伤害 使到我们很难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父母 有些父母可能他脾气比较暴躁 会大喊大叫 我遇过一个母亲 他经常对他的儿子大喊大叫 然后会甚至打他 我的一个亲戚 我不要说是谁 因为我的亲戚会听这个节目 他也曾经被他的母亲打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是蛮不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 有不同的父母 不同的问题 父母 可能有些父母 他 喜欢烂酒 还是喜欢打孩子 还是比较粗暴 我要提倡的就是 父母不可以对孩子粗暴 不可以有暴力的行为 因为那是违法的 尤其是年幼的儿童 如果我们有证据 我们可以控告父母的 所以父母要知道这一点 不可以对孩子进行施暴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合法的 那是要坐牢的 那 那要怎么 应付 家长呢 我要谈的这个例子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母亲父亲没有打这个孩子 就是说他 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真实状况 可能就是他 很难和父母 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刚刚怎么说 刚刚搬家 然后 住在更狭小的空间 所以接触的时间更多 而且现在大家都居家办公 居家学习 所以相处的时间更多 冲突就更多了 所以要怎么应付家长 尤其是你真的很受不了 你的母亲或父亲 第一点 千万不要去刻意套他们 那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做孩子的都很希望 我们的家 的家长能够以我们为荣 能够喜欢我们 尤其是 你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你会觉得 诶,为什么我的父母 比较偏爱某个兄弟 还是每个 每个 某个哥哥 姐姐妹妹或弟弟 而不疼我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做一些举动 来让他们注意到我们 我觉得 如果那个家长 不管是好是坏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刻意的去讨好他们 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不开心 会有很多副作用 比如说 我们会变得比较虚假 不真实 而且很难维持那样的状况 当你说不了的时候 你就恢复你对他们的态度 那他们就觉得 诶,你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那就更不好了 你要知道这一点就是 这是你的人生 你的路自己走 你做的每个选择 在你自己的手中 千万不要为了你的父母而活 那是错的 有些人可能他们 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父母 真的 他们为了父母 要考到好成绩 为了父母要赢比赛 为了父母要做这个做这个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对的 你是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你父母而活 对 你父母养育你 长大 你父母疼爱你 你父母给了你很多东西 可是不代表你要 你要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他们 那是不对的 你应该为自己而活 对吗 如果你这一生 只是为了讨好父母 那你永远永远 就被这个绑住了 你永远不能解放 你永远都不会快乐 我告诉你 你不会快乐的 因为你一直会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疼爱你 你要 因为你希望我做这些东西 一定要有回报 可是他们不一定会给你想要的回报 那你就很失望啊 你就很失望 就很绝望 那你就越陷越深了 嗯 你不可以让你的父母决定 你是谁 你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不管你是聪明 成功 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快乐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讨好父母而去讨好他们 这样是很错误的 第二点 你要懂得怎么制造 就是你要得自己自由自己的空间 对吗 然后这个空间就是让你能够做自己 让你不受干扰 当然如果你还是孩子的话就很难 因为父母很 他觉得你还小 你不懂什么是对和错 他们还是想要教育你 还是想要帮助你吧 呀 可是如果你父母本身就有问题 就是说他们是比较 仗有力很强的人 他们一定不会喜欢你 设立自己的那个空间的 他们一定要介入 因为这些家长他们不会尊重 一个人的自由空间 他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 他讲这样 他觉得这样做是对你不好 呀 可是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这个是我自己的空间 这是你的空间 我们 我们当然很多时间要跟父母相处 可是你要知道有些时候 你就是要一个人 你要懂得怎么 给予自己一个自己的空间 这样的话会对自己的身心比较健康 当然你要记得对于这样的父母 如果你真的跟他关系已经不是很好 那你就不要跟他太过多的接触 因为越多接触就越多摩擦 当然不能说 完全没有联络 当然当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你的父母变得很 就是那种很粗暴 真的暴力性还是对你伤害很大的人 当然是可以不要暂时跟他们联络 你有没有欠他什么东西 对吗 所以你要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是建在尊敬上的 而不是因为你是长辈 我一定要尊重你 你要让我觉得你值得尊重 而不是因为你是长辈 我还尊重你 要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不懂的怎么保护自己 人家就会欺负你 人家就会占你便宜 甚至是你的父母 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底线的话 他们会一直侵犯你的空间 让你越来越不舒服 让你不能自拔 所以你要懂 什么时候 停了 够了 这是我极限 你不能再越过了 第三点 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 没有用的 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他们 你怎么做 他们也不会改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A leopard never changes sports 所以 重要的事 不是要去控制他们 而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只能控制那些你能控制的东西 如果 那些已经不能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你就不要去理了 真的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烦恼 你不能去控制 你父母 你不能保证他隔天醒来变成一个很好的母亲还是父亲 不可能的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对他们的态度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慢慢改变你的想法 然后做对的选择 还有 有对的行为 可是如果你一直想要改变你的父母 我告诉你 你不会成功的 放弃吧 第四点 如果你跟你父母已经关系不是很好 已经破裂了 那就缺少了信任 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不管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还是朋友之间的友情 还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 信任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懂得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父母 对 因为有些父母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东西 他会不小心 可能说你的闲话 有些不小心 好像说你刚刚失恋 比如说 然后他就跟你的阿姨啊 叔叔讲 哎呦我孩子失恋 可是你不喜欢你的父母到处跟人家讲 对吗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情 你不是很舒服 你不喜欢别人讲 甚至你父母 那就不要说 因为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你的隐私 不然的话你就劝告他们 我可以告诉你 可是我不要听到你告诉别人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懂得 怎么保护自己 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 我不是叫你做自私 还是对父母不尊重 不是 我们还是要尊重父母 可是 同时我们要懂得尊重自己 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你不用告诉父母全部的事情 老实说 不用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跟别人说的 你自己做决定 我不敢说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因为这是个人的 所以当你觉得舒服 你觉得安全 你觉得舒适的时候 你才告诉你想说的东西 不想说就不要说 第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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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刚才的那一点有关 就是 可能你父母本身他有一些问题 哈哈 就是他可能酗酒啊 还是他脾气暴躁 还是 骂 骂人很多 就是很 就是讲话很大声啊 然后你很不喜欢 还是整天指示你做这个做这个 你要了解他们的短处 然后 当你计划 一个家庭聚会 还是一个 他探望父母的时候 你就尽量不要 迟到他们这些行为 冒出来 就是说 你不用 OK 计划你的人生 考虑到父母 因为 就是 比如说 你可以有一个party 你可以有一个生日聚会 可是你不想你的父母来 是无所谓的 你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要来 就是 因为你 你不想他们来的时候 可能会出一些东西 让 让你很不开心 无所谓的 如果你有些家庭聚会 你不想某些人来 还是甚至你父母 那就不要咯 你有自己的选择 可是你要懂得如何跟他们解释啦 下一点就是 第六点就是 不要跟他们讲道理 没有用的 你跟他们讲道理 他觉得 你没有那个资格 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 他会觉得 你跟我说什么道理啊 我养育你长大 你敢教育我 所以家长会有这种想法 有些啦 所以 不用浪费你的力气啦 因为 他们永远不会 从你的角度 来了解你的 你会觉得很沮丧 你会觉得很生气 哎呀 为什么他们 永远不会了解我 为什么他们 这么古板 他们这么的 没有同理心 因为他们 已经对你有一个 刻板印象了 那是无法改变的 对吗 他们 不会去了解的 他们也不能了解 所以不用浪费你时间 跟他们吵架 没有用的 而且 更糟的是 你们可能会互骂 互相对骂 会迟到你们的 关系越来越僵 第七点 千万不要觉得你需要 去听从他们每个意见 还是他们 叫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去做 你要知道你有自己的局限 所以你父母在你做这个 做那个 如果你真的不行 就告诉他们对不起 我不能做 还是你不能接他们的电话 就告诉我这个时候 我很忙不能接你的电话 你不用24小时等伺候他们的 你有自己的空间 这是我想说的 好了 然后就是第七点 最后一个 要懂得照顾自己 我知道 应付父母 其实是个很 压力很大的事情 很多朋友都告诉我 哎呀 哎呀 我的母亲那个 哎呀 我的父亲那个 我可以感觉到 你们很有压力 然后已经影响到 你们的身心健康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 好好的睡 运动 然后接触有正能量的人 接触让这些人让你感觉更好 真的真的要接触正能量的人啊 运动啊 排泄 毒素 睡觉 好好吃好的健康食物 然后跟你喜欢的人聚在一起 这会让你心灵比较健康 然后要懂得如何 有你的空间 不要让别人介入 然后 懂得如何应付啦 所以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想解决你目前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一个解决方式 但是你可以坐下来 写你全部的情绪 然后 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 写你全部的情绪 然后 把它们 抛开 可能每天写日记 让你抒发一下情绪 是很健康的事情啦 有一个朋友也是跟我分享 写日记 其实是很好的 可以让你 沉淀 然后 会比较 会对你的身心比较健康 然后 你 你会比较理智的去 面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情化 非常的感性 我们会 当我们做了之后 我们才后悔 比如说 我们母亲 父亲对我们大喊大叫 我们马上喊回去 可是其实我们 不用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不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来应付我们的父母 所以 可能写日记 可以让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到底做的对还是错 还是要改变我们的做法 所以希望你 希望听众朋友 如果你和父母有摩擦 还是什么 还是跟长辈没有摩擦 希望这个播客 能够帮助到你们 也会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 订阅我的YouTube 还有Spotify 听更多有趣的 关于爱的话题 再见 我是东阳